你的生命美多一维 你的生命就会美无穷倍 这个线是一维对不对 假如说这个线上有生物 这个一维里面 有一个一维生物存在的话 这个小黑点就是一维生物 我问你个问题 这个小黑点它是一维的 它能不能看到这条线的全貌 它看不到 在它看来这条线 就是一个小黑点 因为它只能看到这个小黑点 假如说今天这个 咱们这张白纸上面是二维世界 这个小方是有生命的 这是二维生物 你们仔细想一下 开通你们的头脑 这个小方是有意识的 是个生物 这个小圆也是有生命的 这个小方三角 这个小圆都是有生命的 它们三个人是二维生物 它们生活在二维平面上 它们也是动的 它们是活的 它们是有生命的 它们彼此能不能看到 对方的全貌 在这个小圆的眼睛里面 看这个小方 跟看这个三角形是一样的 它只能看到一条线 它根本看不清楚 它是个方 它是个三角 它是个圆 能听懂吗 那怎么样才能看到呢 从二维这里面跳出来 进入三维 我们就能一瞬间看到 这是个三角 这是个方 这是个圆 能不能听懂我来说什么 假如说这里面有一个点 这里面有两个点 这里面有三个点 在它内部 请问对方能不能看到 它里面有几个点 它被这条线遮挡了 对不对 它也看不到 它对方有几个点 它也看不到它几个点 对不对 但是当我们从二维里 跳出来进入三维 我们能非常清晰地看到 这里面有一个点 这里面有两个点 这里面有三个点 你们能听懂我在说什么的句话 换句话讲 就是人类最大的悲哀 就是幻想着 在三维世界遇到的问题 用三维的智慧来去解决 那你能听懂我来说什么吗 在三维空间遇到的问题 是用三维智慧解决不了的 只有进入四维才能解决 那有人问我 老师为啥 很简单 一维是二维的投影 二维是三维的投影 三维是四维的投影 我的手是不是三维的 是个立体的吧 把我的手投到这个屏幕影像上 是不是就变成了二维 把你们的手拿出来 投到地板上有一个阴影 这个阴影是几维 告诉我 是个二维 你的手是三维的 二维只是三维成的一个像 你看到了屏幕上的这个手 你不想看到这双手 你觉得遮到你了 对吧 你不想要看到这个手 你把屏幕砸了都没有用 你只有把三维空间这个手 只要一挪 你就看不到这只手了 一维是二维的投影 二维是三维的投影 三维是四维的投影 所以我们都想让三维 我们想让我们三维这个身体好 对不对 我们想让我们在三维空间 赚更多的钱 对不对 我们想让更开心更快乐 对吧 那请问投影员在几维 在四维 四维是什么 四维就是我们的内在 就是我们的心 就是我们的潜意识 假如说今天这张白纸上 有一只蚂蚁在上面爬 这个蚂蚁正在爬的时候 突然有一只苍蝇飞过来了 蚂蚁是二维生物 而苍蝇是三维生物 在蚂蚁的世界里面 没有高这个概念 能听懂吗 它是没有高低这个概念的 它只有平面 它永远只有平面 但是苍蝇是三维的 它是可以有高有低 又可以这样飞的 当蚂蚁爬在这的时候 突然一只苍蝇飞过来了 这个蚂蚁看 这什么东西 然后苍蝇日如飞走了 日如飞上来 日如飞走了 那个蚂蚁就直接跪倒了 这是神啊 这是啊 就在蚂蚁的眼睛里面 苍蝇都是神 大家能听懂吗 这个是A点 这个是B点 这个蚂蚁想从A点爬到B点 蚂蚁里面最聪明的人 被称为科学家 研究了半天 他发现两点之间 走直线是最快的距离 但是从这个点走到这里 最少都要五秒钟十秒钟 这是在他的世界认知里面 五秒是极限了 最快的蚂蚁也要爬五秒 但是在我们人类看来不需要 我们可以让它瞬间到达 它在A点 它想去到B点 我们只需要做一个动作 它就到B点了 大家能听懂吗 然后他们就发现 什么瞬间都到了 这什么情况 开始研究了 在蚂蚁里面最聪明的人 被称为科学家 研究出来了 这叫时空扭曲 听懂了吗 假如说这个A点 是在这个位置 B点是在这个位置 要从A点到B点爬老远了 但是在我们人类的世界 只需要两张纸折叠 拿一只笔 咔 整个洞 它就瞬间到了 这蚂蚁又很神奇 又开始研究 研究出来得出个结论 这叫黑洞 这叫宠洞 讲到这以后 是不是瞬间感觉到 人类无限渺小 只有进入四维 才能看懂人类 才能看懂这个世界 周遭发生的所有一切 所以要不要提升 自己的维持 你必须要提升维持 站在更高维度 才能够看懂 你想把三维空间 这个事看懂 你只要进入四维 用四维的视角来去看 建立一个上帝视角 瞬间看明白了 那还说什么说 那赚钱 那不简单跟一一样吗 还说什么说 但是今天 你们能不能站到四维 你不能 因为你们现在 完全已经被三维空间 给遮住双眼了 大家能听懂 在说什么吗 你完全已经被三维空间 遮住双眼了 你为什么会被三维空间 这些像 给遮蔽了你的内在智慧 来我问你 这个钱是不是个平面 是不是二维的 对不对 我们的眼睛 是不是可以看到三维 但是如果把这个钱放到这 你是不是只能看到 这张钱了 你是不是只能看到二维了 换句话讲 你脑袋里面 全都是二维的像 你就得二维智慧 把二维最后一个像拿走 瞬间得三维智慧 那请问三维空间 是不是也是一个像呢 也是个假像 当你把三维空间 最后那个像拿走的时候 瞬间得四维 在三维空间 请问整个宇宙 最快的速度是什么速 光速 对不对 是不是所有人类 都在研究 如何飞出太阳系 如何飞出银河系 如何飞出宇宙边缘 研究宇宙飞船 但是今天人类的宇宙飞船 只能达到那个光速的百分之几 根本都达不到光速飞行 那能听懂吗 我们认为人类想发明一个飞船 达到光速飞行 这是不可能的事 最少一百年之内不可能 在几十年前 美国搞了个探索者一号 发了个飞行在那跑 到现在为止 都没有跑到太阳系 光速是最快的 太快了 一秒钟饶地球八圈 那请问有没有比光速更快的 在三维空间没有了 但是在座各位 在四维空间 人人都可以做到 意识是穿越时空的 是超光速的 大家能不能听懂我在说什么 所以你们现在 之所以没有觉醒 是因为你全活在 三维的假象世界 你脑袋里面 别人给你输入的 所有一切全是假的 全是幻象 举个例子吧 你觉得人的肉眼 能够看多远 我们都觉得了 三米 五米 十米 我们普通人第一反应就是这样 有看过天上的 这个云彩的请举手 有看过天上的 那个月亮的请举手 有看过天上的太阳的请举手 那离我们好几光年 有看到过星星的请举手 星星离我们好几万光年 你告诉我 你的眼睛可以看多远 是不是无限远 但是是你的头脑的认知 让你给什么 限定了 你让你觉得你不行 大家能不能听懂来说什么 所以要把三维空间 最后的像 从你脑袋里拿出来 瞬间得四维智慧 但是现在拿不掉 拿不掉怎么办呢 拿掉最后这个像 就直接 你们有没有发现 所有的中国神话 包括佛教 就是那帮人 那帮天神 这里都有只眼 叫天眼 或者叫佛眼 或者叫慧眼 对不对 我想告诉我们在座的各位 就是什么叫觉 觉醒就是打开慧眼 就是你能看到 这个世界的真相了 你能看到商业的本质了 为什么你炒股亏 我炒股赚 为什么你玩比特币 亏了一塌糊涂 玩比特币 赚了一塌糊涂 为什么你做企业亏 我做企业赚 就是因为慧眼不一样吗 我能看到什么时候 应该买 什么时候应该卖 那能不能听懂来说什么 为什么你会被人骗 我不会被人骗 因为我一眼 你们看出来 这是个骗局吗 那老师怎么办 第一 慢慢学习打开慧眼 让那些有慧眼的人 告诉咱应该怎么弄吗 我们通过道法 竖气四个维斯 我们还是讲钱 因为大家都喜欢钱 我们以钱入道 以财入道 我们每一个人都想成为富人 对不对 对吧 中国有十几亿人 这十几亿人里面 现在已经有十几万人 变成千万富豪了 已经有三点多万人 变成亿万富豪了 那为什么你不是其中的 但是我相信你们每个人 都想成为亿万富 对不对 那我们就借一双慧眼来看看 穷人和富人有什么区别 为什么我们是97%的人 为什么有些人是3%的人 这一套东西 我研究了大概有13年 我去了美国华尔街 去了英国伦敦 去了澳大利亚 几乎全世界发达的国家 我全去过 然后找犹太人聊 找那些泰国的首富 马来西亚的首富 新加坡的首富 找那些全球最底线的企业家 我就开始研究他们 就穷人和富人 到底有什么区别 就当我把它研究 透完以后 我就开始按照这个路径来 那个时候我没有慧眼 我也没有开悟 我就按照这个方法 死机应备来 别人怎么走 我就怎么走 不就完事了吗 成功就是复制下创新 先复制后创新 我后来发现 就在我没有慧眼的全体下 用这六个方法 走这六条路 我照样可以从左边进入右边 所以咱们给大家讲一个 非常重要的东西 叫开启富人的秘密 六大秘诀缺一不可 我们来看看 穷人和富人到底有什么区别 当你知道了这六个区别 是什么的时候 而且你按照这六个区别 去走的时候 你的人生就会开始飞翔 真的不一样 这个世界有两种人 画张图 百分之九十七 百分之三 百分之九十七 穷人 百分之三 富人 百分之九十七 存在的唯一目的 就是为了帮助那百分之三的人 玩得更好 这是真相 这就是这个社会的真相 百分之九十七的人 是钱的奴隶 而百分之三的人 是钱的主人 是钱的领袖 你们想不想 从百分之七 变成百分之三 想不想 那如何从百分之七 变成百分之三呢 首先你必须要生起一个梦想 写上两个字梦想 梦想就是方向 梦想就是明灯 如果你问我 老师你的第一个老师 罗伯特清奇 到底教了你什么 他其实什么都没教我 就教了俩阵 叫梦想 为什么人会迷茫啊 没有方向 就是因为没有梦想 我在没有认识 罗伯特清奇之前 我也没有梦想 我不知道我人生该怎么走 我们传统人生 就两条路嘛 好好上学 找份好工作 学上不了了 咱家穷 我父亲破产了 没办法上不了学了 初中就辍学了 那只能走第二条路啊 学门首艺 找份好工作 是不是这样子的 学开车 车床 锯床 磨床 洗床 补轮胎 电机汉 这个厨师 全学了 咱学不会 学不会咋弄 只能去当小工了 只能够卖体力 记住卖体力 是这个世界上 最不值钱的工作 架高压线 这个盖房子 修桥 累死累活 一千只赚十几块钱 还几次差点出工商事务 死在工地现场 后来我就误到了 97%的人 靠脖子一下赚钱 3%的人靠脖子 以上赚钱 我就告诉我自己 我一定要出去学习 我拿了我两年 在工地里 赚的血汗钱 那真的是血汗钱 误过血流过汗 然后学习电脑 学习电脑以后 进入IT市场 做销售员 在洛阳世纪电脑城 看到了 富博吧 穷吧那本书 那本书给我的第一反应 就是他给了我第三条路 原来人生还可以 走第三条路 其实我非常非常庆幸 我无路可走 碰上了罗伯的亲戚 有时候无路可走 就是路 你们仔细想一下 如果周老师 第一条路走通了 好好上学 找份好工作 我17岁还在上高中呢 我不可能看懂 罗伯的亲戚那本书 是不是这样子的 我只能跟一般人一样嘛 就是上个大学 找份工作 一个月拿几千万钱工资嘛 如果我第二条路走通了 比如说我真的在厨师 这条路走通了 我变成大厨了 我相信我也在饭店 我也看不到那本书 有没有发现 但是我走了第三条路 第三条路四个字 人类最伟大的梦想是什么 自由 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过 两者皆可抛 谢谢大家